泥沙颱風導致強降雨 體外近百輛車子泡在水裡 甚至還有人一度被困在水門外 台北市長柯文哲為水門案挨轟 他在網路節目上首度認錯 我湊的地方在哪裡 他如果他就說你都沒有同理心 對我就沒有同理心 他搞不好他全家就那台車子 泡了也不是2萬塊可以修好的 他萬一那個是他賺錢的工具 三四十萬他不回了就完蛋了 因為市府違反水閘門關閉的SOP 導致民眾的車輛泡水 這牽涉的包括未來的賠償 包括未來車輛的修理的這些金額 民眾的權利如何維護 所以不是一句所謂的 缺乏同理心可以輕描淡寫的帶過 柯文哲遭質疑市府通知官水門 時間過短才會導致百林橋下 體外停車場水量泡水人員受困 不但重創柯文哲一向自豪的SOP 當時在中部輔選的他 第一時間也沒有立刻北返作證 更是被罵翻 遠行程有沒有考慮過說 我趕快回去 有啦 有齁 我也想過 可是我就覺得 你要知道我擁有兩個柯文哲在掙扎 一個是理性的柯文哲 一個是 那個比較什麼 也不是說感性 就是說被世俗的柯文哲 這次恐怕是危及到民眾黨 以及前副市長黃珊珊的選情 所以柯文哲市長才會用柔性的訴求表示說 他的心中有兩個柯文哲 我想這一切都是在作戲 第一時間反映出市民自己要負責 一切都有SOP 這樣子的柯文哲才是最真實的柯文哲 所以現在無論柯文哲市長說什麼 我想都沒有用了 柯文哲強調已經做了很多檢討 也把各單位找來開會 但當長官最重要的是建立SOP 也不是知識化 反而可以靈活運用 還強調SOP隨時都能改 堅持科學化方式治理市政 但這也得看市民買單嗎 好 以上強調SOP的柯市長 在這個10月16號 泥沙颱風外圍環流造成台北市這個百林橋下 這個停車場淹大水 上百台的這個車輛變成泡水車的時候 第一時間大家在檢討 柯市長是怪黨怪塞 剛開始的態度都打中的 柯市長都說 這個文明國家的做法 就是不管長官在哪裡 底下人員都要照SOP進行嘛 政府有通知 國民就要對自己負責啊 甚至被問到說這個關水門的時候 有人還在外面耶 還在外面 這個很危險耶 柯市長還說這就怪民眾不信邪嘛 可是世間議員怎麼這麼奇怪 突然昨天那一場專訪 好像整個態度大轉彎了 到底是想到什麼樣的刺客啊 議員 沒有 孟齊 我是覺得 我們議會剛好現在會期都結束了 而且已經是我們這一任最後一個會期 否則如果現在再開會 我會送柯文哲一套神服裝 我就是幫他做心理治療 因為先前我送他過龍袍 那也是很好的心理治療 孟齊你知道嗎 過去我送的他的禮物 如果他覺得這種是道具類的 他大概當天就退回來 唯有這一套龍袍 十天後才退回來 我在想他留在他的家裡 或者在他的個人辦公室裡面 有穿了十天 那做了心理治療 他覺得你送禮送到心坎裡了 我那一套龍袍很棒 連龍袍都有 連辮子都幫他綁好了 對 全套 那對柯文哲我在想 唯有這個方式 可以治他了啦 原因是什麼 第一點 他比我們每一個 在座每一個都聰明 他是真的聰明 所以他不按牌理出牌 就成為我剛剛跟大家報告 他認為有新聞製造聲量 就是好 這個是他的邏輯 所以他一從政一開始 他就假借他有亞斯伯格 那因為我們社會上 讓大家都非常 對亞斯伯格的小朋友孩子 都認為說 他們很誠實 很帥真 大家都同情亞斯伯格的小孩 結果柯文哲假借亞斯伯格來說謊 來亂講話 因為他覺得亞斯伯格嘛 所以社會會覺得說 對對對 你講話就是這麼真 結果柯文哲講的都是假話 都是假話 那我認為對柯文哲大概只有 現在最有效的 欸 孟奇你知道嗎 他在市長擔任前幾年的時候 他私下跟我們民進黨議員都抱怨 他是來自台大的醫師 他還抱怨台大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太愛講真話了 他亞斯伯格 所以他說台大醫院 把他冷藏在地下五樓 辦公室讓他設在地下五樓 他說所有醫生都在樓上 怎麼只有他在地面下 在地下五樓 他說再走一段過去就太平間 所以他這麼講了以後 我送他四個字 嗜財嗜所 所以我還是回到說 我認為對柯文哲治療 最好的方法 就是成全科匹 台東行醫 台東行醫 所以我在最後一次質詢的時候 我就送了他一張 我的意思是說 你為什麼這麼說 他當時說沒當台北市長 沒什麼了不起 他說他要到台東的馬街醫院 去當醫師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成全科匹 就是說你去提升天鄉醫療的服務水準 這些讓你去提升吧 所以我送他單程車票 我希望在他卸任的那一天 本地上車票真的有效 12月25號 他卸任典禮以後下午兩點鐘 單程車票到台東去行醫吧 去提升我們偏鄉醫療 那這個部分我希望柯文哲說到做到 如果他真的還想在政治東山再起的話 他必須先累積 他過去講過的話 他要有這個credit 你先去台東偏鄉醫療服務 那同時也治療他的心理上的一些偏差 比方說他在淹水這件事情 哪有說你4點關水門 4點20才發通知的 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市場 那過去如果照SOP 每個縣市都有SOP 每個縣市的SOP 就是水門應該關 對 要準時關 可是關水門前 有很多SOP必要的動作 除了水利處的人去裡面 尋訪看還有沒有其他的人 還沒車出 其他車輛還沒車出 你也要派拖吊車去 而且警車也都會再去巡邏一次 這都是必要的條件 這一些都在SOP裡面 都沒做 如果柯文哲你的SOP比較特殊的話 那好 把你的SOP拿出來 那有SOP就可以的話 那要你這個市場幹什麼呢 更何況你的SOP出了狀況 你的SOP又特別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坦白講 他在政治作為 我們全國的選民不分哪一個黨派 其實都已經默默地判了他一個死刑了 只是柯文哲不自知而已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把握我送他的這個單程車票 你先從偏鄉醫療的提升 這是你承諾我們全體台灣人民的 那你就好好的去做 同時到台東去天天行醫之後望著海 深自反省吧 世界議員送的車票 同時也可以培養柯市長的一些同理心 同樣在北台灣的敬意怎麼看 因為其實這個水門事件 10月16號已經發生了 其實不管是當天或是隔一天 第一時間大家都在唸 說柯市長講這種叫國民要對自己負責的話 太沒同理心了 已經唸十天了 那為什麼一直到昨天 柯市長才檢討說 他真的知道坦誠沒有同理心 會努力改進 有錯就要改 為什麼過了10天 這麼雄雄這樣良心發生 還是有什麼樣特殊的原因呢 議員 柯文哲連道歉都是SOP SOP就是如果有錯 一開始都是別人的錯 都不是他的錯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他會看風向 風向對他好 他都繼續加碼 爆料 如果風向對他不好 像現在知道嚴重了 嚴重影響到黃珊珊的選情的時候 他就開始 假借另外一個值得同行的對象 來掩蓋自己的錯誤 其實從剛才的態度就知道 他不是真正的認錯 這個也是他的SOP 他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他從來沒有不覺得自己有錯 這都是柯文哲對於所有案件的處理SOP 連道歉都有SOP 我們都知道柯文哲對於這個事件 主要目前就是要希望來鑽起同情 以前找亞斯伯格陣來鑽起 因為大家會同情亞斯伯格陣 還是要讓他一條路 這就可憐 這沒辦法 這是一種病 沒辦法 或者是亞伯格陣 對 那是大家都有同理心 會去同理 會去理解的狀況 對 就是用人的心態 然後揣摩人的心態 揣摩時事 揣摩新聞 我想他最後的依據 還是我在講還是在民調 他一定看到民調真的第一了 而且真正他道歉了 但是他不是真心道歉 他如果要真心道歉 他應該跟這些泡水的人道歉 他應該對於這八年來 市政這麼多艙巴沒有處理 他應該對台北市民好好的道歉 這才是一個虛心道歉的一個態度 不要依照他SOP的看法去做 林壯大跟柯文哲永遠有一個邏輯 以前我記得在罵陳時中的時候 說周易克等於陳時中 就等於民進黨 如果這樣再看 黃珊珊等於柯文哲 柯文哲等於中東井 就等於黑道 那這樣黃珊珊就是黑道 那這樣扯一個世紀的 這樣扯不完 腦筋裡面想的都不是真正的 應該是好好虛心檢討 我們在這件事情錯了 那我要怎麼改善 他應該正面的去 請他這些關聯 給大家看 他如何下次不要再犯錯 因為畢竟是人民的財產 這才是一個做官的 一個愛民親民的一個態度 我們需要的是這種市長 未來我們需要這種總統 柯文哲這種的 人家已經叫他不要算了 他如果要算 也票給他很少 給他以後消失在我們的政壇上 這個玉慧姐 剛才靜音議員的分析 他認為說柯市長昨天這番話 不是真心的 他的SOP 可能是隨著這個黃山山的民調 高低起伏在調整 昨天他除了承認說 自己比較沒有同理心 要檢討之外 他另外還告訴大家 其實他事發當下 有想過要趕快回台北 可是心中有兩個柯文哲在掙扎 來兩個柯文哲怎麼樣呢 來玉慧姐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兩個柯文哲都在說謊 那因為他在地暗中出貢 因為第一個時間 我看到現場有記者 其實問他要不要回台北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要回台北 回台北是作秀 然後他又說 這個市政府是一個 醫化的市政府 所有東西都有SOP 結果呢 因為在這個禮拜 我們檢討了非常多的SOP 發現他根本沒有照SOP來做 這是這整件事情 其實是因為他能力不足 再加上他為了掩蓋 他的能力不足 然後他拼命的說謊 還有呢 就是因為他貪心不足 蛇吞象 他明明沒有那樣子的能力 他卻想要去選總統 所以他才到處去服選 才會造成在10月16號台北 有50多台的車輛 還有非常多的民眾 甚至於還有馬匹 被受困在水門之外 那這個事後的結果是如何呢 我給各位看一些的數據 這是臉書上面有一個粉專 叫今天有數嗎 那他們所做的 我先給各位看 這是它的負面聲量 它在這個負面聲量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負面聲量 柯文哲是直接飆高 這是19號跟20號的 所做的一個整個的統計 那你看到這個 柯文哲跟當天 事實上也有很多人在批評侯友宜 可是你看到侯友宜 幾乎沒有什麼負面的聲量 可是柯文哲的負面聲量 非常非常的高 當然因為柯文哲 他在面對媒體或面對記者發言的時候 他所講出來的話 多半都是所有的市民 他叫市民你自己去負責 這個國民你自己為什麼不看簡訊呢 然後所有的都是要民眾自己來負責 而他作為一個台北市長 他似乎都沒有任何的責任 這個是引爆眾怒 然後再給各位看 那他為了要把要清洗 我們在網路上面叫洗地 他為了要把那個風災的 他所有的負面聲量把它掩蓋過去 他又要另外他的鯊魚理論 他又用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跟中東景會面 所以在這個禮拜一 他非常的突然 然後突然要求中東景 來到台北跟他碰面 這個是議員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情 結果果不其然 因為中東景他過去 國民黨都不提名他 不提名他是有原因 是有條件的 因為的確他在地方是有勢力 而且他在地方話字也跟倒 我記得我在節目當中也分析了 他可以帶走一票的 國民黨在苗栗的這個現議員 那但是國民黨為什麼堅持不提名他 是因為他違反了是國民黨的黨紀 沒有辦法提名他 而且他不管是有殺人未遂也好 殺人未遂有一次是殺人 這個都是已經記載的非常清楚的 在判決書裡面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人 年輕人最在乎就是你到底有沒有誠實 你到底有沒有說謊 以及你這個人過去是不是做過 傷天害理的事情 結果克文哲居然去跟中東景碰面 那跟中東景碰面了以後 他在網路上面的聲量變成這樣子 然後變成這樣子以後 那克文哲就覺得說 那我還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轉移焦點 所以他才會有不同的繼續在說話 可是事情又非常不湊巧 前幾天我看到簡書培議員 又再一次的拿出 他在10月初的時候曾經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還討論 怎麼會一個折頁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拿過那個紙提袋 一個紙提袋各位聽好 現在最近那個百貨公司在做週年慶 那一個紙提袋大概20塊左右 可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在做承搏的時候的那個紙提袋 一個80塊錢 然後那個時候關東期 貴那麼多 現在大家都在選舉 我們現場有三位議員都在選舉 關東期我們單面一支 洪建義議員估價說 你如果量比較大的 你可能一支大概75塊 他那個是兩面拼在一起 兩面給你算650塊 你看那個價格 然後衣服呢 有人今天出來占衣服 說那個衣服的料子 是台灣的這個很好料 我不管怎麼樣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陳伯 他是先畫了一個框架 他是先把這個錢 全部用二倍金裡面 框出來了以後 然後再叫大家來篩錢 所以所有的 你看到我剛剛講的 包括折頁 包括紙袋 包括衣服 包括關東期 那些沒有經過公開招標 就是找了人來做 而議員可不可以去監督 沒辦法監督 因為他用的是二倍金 所以這個事情 其實是更可惡 好 我們來看 他在陳伯裡面 他是用四個單位 這個恐怕連議員他們 當時在議會裡面質詢的時候 這個資料都不提供 這個是後來經過調查以後 議員他們要求去做調查以後 這份報告才出來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實在很不誠實 這個當時這個陳伯惠是由什麼都發局 還有資訊局 以及產業局跟文化局 四個局處各編列 一千五啦 五百 對不起 一千八啦 各個編列這些預算 然後用二倍金 動之二倍金的預算來做的 好 那洋洋灑灑一大堆 然後我給各位看 這邊有一個 我框起來 用社會局的預算 社會局的預算 你社會局的預算你也敢用啊 台北市有非常多 或許是需要幫助的 或許是要特別照顧的 社會局的預算不就在做這些事情嗎 你把社會局的預算拿去做什麼 拿去做行銷活動 這個扯不扯 你用別的 你用官船局 你用其他交通局 那你就算了 連社會局你都叫它 一定要拿出錢 要榨出錢來 讓你來去辦這陳伯 這個還不夠扯 我再給各位看 我剛看了 一下我簡直是嚇死了 這是什麼 應折業 我剛講的應折業 折業呢大概 就是航阿來 他們這些議員就知道 大概印一份30塊左右 他又給人家印了大概100多塊 印折業也要各局處分擔 我用紅筆畫出來的這些 你看是誰 匪管處 匪翠水庫管理處 什麼 你連匪翠水庫管理處 那個可以說是 邊緣邊緣在邊緣的 那種連地震 國家級的地震可能 我這個誇張了一點 都未必會接到簡訊的 這麼邊緣的市府的局處 他竟然也要他 擠出預算來 對 也要分擔成薄的一些預算 而且其實錢不多 錢不多你還要他擠 這是你讀到 所以這個是 會讓更多的年輕人 討厭這個民眾黨 你嘴巴裡講的是一套 結果你做的全部是一套 噁心 柯市長繼續這樣子的作為 會不會真的拖累到黃珊珊的選情呢 選戰剩下最後倒數一個月了 三方的角力戰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